内地对贵驾车胎的需求因设 促成不法集团在香港走私车胎回内地 敏感度管制站每日都有几十格 俗称农夫车的小型货车穿梭过关 不过货车就没有载货 甚至直接打开斗门方便过关 我们的记者就留意到 这些车在回内地的时候 用的全部都是新胎 而在内地回香港的时候 车上面用的就是旧胎 部分会去到这个停车场 职员熟练地帮车射下旧胎再换上新的 这个车场摆满了新旧车胎 不停有车进去更换 有业界人士就向我们透露 贵驾车胎在内地有价有市 相信有走私的集团建立车队 以新胎去旧胎回的方式 走私贵驾车胎 以一条17吋私家车车胎计 香港卖1,800元 内地就卖近2,300元的港元 这样走私 每条车胎就可以赚到500元 计算后备车胎 每架车来回一次就可以赚到2,500元 每日有过8架车走私几转 估计一个月可以赚近3,000万元 立法会议员刘国分就表示 虽然走私车胎的活动不影响本港的税收 但海关不应该视而不见 促请政府设立黑名单 和内地海关合作打击走私 ONTV东网电视新闻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